一人小甜甜上个月出席信息记者会时 面对媒体追问昔日好友凯乐近况 向来心直口快的她 表示自己和凯乐超过一年没联络 但会支持她想做的事 结果话题一出 该系报道都围绕在这件事情上 导致信息宣传失交 惹得制作人送一名大怒 甚至将小甜甜换奖 事实上小甜甜近期身心状态不佳 除了去年生完小孩后三病缠身 包括多囊性软潮 甲状陷地下和雄心基数过高 导致她暴肥且可能不孕 让她想生第二胎念头被泼冷水 对她是很大的打击 然而因试验遭换脚 小甜甜经纪人则回应 如果是因为回答不知道而被换脚 这部分就不是我们能进一步干预的 也很谢谢大家愿意给甜甜拍戏的机会 有适合的角色 甜甜的经验也一定都会努力尝试 目前我们都还是以拍摄八点档为主